韩国8日起全面解除入境人员的隔离义务和航班限制 韩国国内也将开始供应新冠常效抗体组合药物一步细日 以8日零食为准 韩国新增13358例新冠确诊病例 危重病例为114例 死亡者为6人 政府认为新冠防疫工作已取得进展 决定全面改版海外入境人员管理体系 8日起 政府全面解除海外入境人员隔离措施 而此前 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入境后需隔离7天 仁川国际机场航班数量和飞行时间限制也被解除 由此 晚8时至次日凌晨5时的夜间进航措施被取消 航班数量也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每小时40班 但随着新型变异毒株传入国内 入境前后的新冠检测义务仍被保留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总管调整官李基日表示 所有入境人员仍需提交入境前48小时内的PCR检测阴性证明 或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检测结果 入境后3天内需提交PCR检测结果 另外 韩国国内也将开始供应新冠长效抗体组合药物 一波显日等 入境后4天内需提交通